秦朗怒气冲冲地闯进父亲的办公室 结果却看到女友林薇薇也在里面 秦朗当即怒斥林薇薇没把她当男友 可林薇薇却是有恃无恐 直接向秦朗提出了分手 还让一旁的秦中天回去 跟家里的黄脸婆离婚娶她 秦朗怒骂林薇薇不要脸 结果却挨了秦中天一巴掌 父子俩的关系瞬间水火不容了起来 秦朗从小家庭条件优越 母亲温柔贤惠 父亲经商有道 一家人的生活是其乐融融 然而就在秦朗结识了女友林薇薇后 这一切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暗流涌动 林薇薇参加工作后 一直和两个朋友挤在一间出租房中 而秦朗则一人独享宽敞的两居室 林薇薇便提出既然都是租房 不如搬进秦朗住处 让秦朗做她的房东 每个月支付相应的房租 如果秦朗有所顾虑 两人锁好各自的房间就行 林薇薇此举 明显是变个花样跟秦朗同居 秦朗自然是喜不自胜 连忙同意 并且答应不会收林薇薇一分钱 林薇薇闻言顿时面露喜色 甜蜜的依偎在秦朗的肩头 然而 沉浸在幸福中的秦朗全然想不到 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深渊 没多久 秦朗就将林薇薇介绍给了母亲 秦母满意地打量着林薇薇 完全抑制不住笑容 头一回见面 她本想邀请林薇薇到家中做客 但丈夫秦中天工作太忙 又想见见未来的儿媳妇 便把见面地点定在了自家经营的酒店里 林薇薇不住地夸赞酒店装饰豪华 圣意兴隆 只把秦母说得心花怒放 秦朗正欲动快 却被林薇薇一把拉住 说今天毕竟是第一次上门拜访 怎么说也要先等一家之主上座 这一举动 让秦母对林薇薇瞬间又多了几分好感 不久后 秦朗的父亲秦中天姗姗来迟 可以看出她对林薇薇也是十二分的满意 一家人随即在桌上谈笑风声了起来 但没人能料到 融洽的表面下却暗藏危机 自从确认秦朗家大业大后 林薇薇开始嫌弃现在的工作太累 最后甚至干脆辞职了 秦朗得知后心里顿时泛起了嘀咕 自己虽然养活林薇薇没问题 但从小到大 她的父亲一直教诲说 年轻人应该要出去闯闯 秦朗到现在都还在外面上班 可林薇薇文言却不以为然 还不解为何秦朗的父亲 不让儿子在自己的公司帮忙 反而让他去给别人打工 林薇薇万万想不到 她无心的一句玩笑话 竟意外打听到了一个让自己震惊的秘密 秦中天竟然不是秦朗的亲生父亲 原来秦朗是母亲的姨父子 母亲嫁给秦中天的时候 她还没出生 林薇薇文言脸色越发难看了起来 她这才知道 秦朗家里的房子和酒楼都是她继父的 虽然秦朗解释 秦中天早已把她当成亲生儿子 以后这财产都是她的 但林薇薇的神情还是意味深长了起来 原来 这个林薇薇就是个拜金女 认识秦朗 知道对方的富二代身份后 林薇薇心中已经暗自窃喜 如果和秦朗发展顺利的话 自己就能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然而这次意外得知秦朗的身世后 林薇薇那双贪婪的眼睛 竟又盯上了更大的目标 自从带女友见过父母后 秦朗发现林薇薇的行为开始有些异常 不仅频繁进出继父的办公室 还让继父给她安排了一份工作 秦朗顿感不解 当初秦中天可是一直教导她 年轻人要自施其力的 可说这话的人现在却心口不一 秦中天文言竟不容质疑地说 林薇薇毕竟是女孩子 自然要区别对待 看着眉来眼去的两人 秦朗心里闪过一丝不安 而随后的一段时间里 母亲更是频繁地向秦朗抱怨 秦中天最近一天到晚不着家 说要忙工作 而秦朗也发现林薇薇下班的时间 越来越晚 对待她的态度也日渐冷漠 秦朗怀疑女友和继父的关系 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 她想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 秦朗拉拢了酒店的财务总监刘露 让她暗中观察秦中天和林薇薇的举动 刘露起初不肯答应 担心被发现后会被开除 秦朗便不停用好言相劝 说这件事只有她和刘露两人知道 况且酒店迟早要归秦朗所有 刘露不会有任何后顾之忧 说吧 秦朗还强行塞给了刘露一叠现金 并承诺只要刘露肯帮忙 以后会拿到更多的酬劳 刘露这才答应做秦朗的内影 然而秦朗怎样都想不到 她布的局竟成了一把致命的双刃剑 在刺穿谎言的同时 也给自己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灾难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刘露逮到了一个好机会 并立刻通知了秦朗 秦朗火速赶到后 猛然推开办公室的门 果然将秦中天和林薇薇的奸情 抓了个现行 可没想到面对秦朗的怒吼 林薇薇不仅面不改色 还干脆撕破脸皮 到达一耙斥责秦朗 心里压根没有她这个女友 既然她和秦中天的秘密被撞破 那两人也没必要再偷偷摸摸了 秦中天可以正式向家里 那个黄脸婆提出离婚 秦朗万万想不到林薇薇 竟如此不知廉耻 一怒之下给了她一记耳光 秦中天见状勃然大怒 父子俩大吵一架后不欢而散 以此为导火索 秦朗的家庭 就此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在林薇薇的怂恿下 秦中天向秦母提出了离婚 秦母得知事情经过后 顿时怒火攻心 她怎么也想不到 丈夫会和儿媳妇搞在一起 秦朗无奈只能不停地安慰母亲 然而就在秦朗去到水的时候 让她绝望的意外发生了 秦母竟缓缓走到窗边 带着满腔的悔恨和耻辱 纵身跳了下去 秦朗悲痛欲绝 她知道这一切都是由林薇薇引起的 继父的无情更是逼死了自己的母亲 在爱情与亲情的双重背叛下 秦朗并没有被打垮 她发誓要亲手为死去的母亲报仇 深思熟虑后 一个复仇计划在她的脑海里涌现 秦朗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和秦中天断绝父子关系 她将协议丢在秦中天面前 并向其索要了五百万 以补偿母子俩的损失 秦中天没有多言 果断签下了协议 秦中天以为自己逍遥快活的日子来了 却不知道 在前方等着她的却是一场狂风暴雨 拿到启动资金后 秦朗便马上联系刘露 示意她可以执行下一步计划了 这天 刘露突然给秦中天打去电话 谎称有人在店里打架 许多客人还没结账就被吓跑了 秦中天在外办事脱不开身 只能交由刘露全权处理 放下电话后 刘露便以老板家有喜事为由 对前来买单的客人一律免单 就这样 刘露顺利骗过了秦中天 让秦中天以为酒店里真的发生了骚乱 隔了几天 秦中天叫来刘露 询问一批海鲜的订货情况 刘露信誓淡淡地保证说货源充足 必定能在即将到来的小长假里 好好赚上一笔 以弥补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 可随后刘露又提起 接对面新开张了一家餐厅 店名和他们的酒店就差一个字 秦中天虽然觉得有些蹊跷 但也没往心里去 直到他得知 这家和他公然叫板的餐厅 其老板竟是自己的妓子 秦朗 秦中天这才慌张了起来 一段时间下来 秦朗通过各种方式 抢走了秦中天80%的客户 秦中天是终日愁眉不展 然而他没有想到 更大的危机还在后头 刘露竟偷偷将钉子和发丝等异物 偷偷放入客人的饭菜中 引来了众多客人的投诉 刘露则跟着连连道歉 答应给众人一笔赔偿 就这样 酒店无故又多损失了一笔 而刘露这么做 不仅是因为受秦朗所托 也是出于他自己的私人恩怨 原来林薇薇来了之后 没少在秦中天面前挤对他 刘露感叹老板被美色蒙蔽了双眼 就算秦朗不出手报复 这个酒店早晚也会毁在林薇薇的手上 而在秦朗和刘露的理应外合下 秦中天酒店的经营愈发萧条 就连小长假期间 店里都是空无一人 先前花重金订购的那批海鲜 也烂在了库房里 秦中天只觉眼前一黑 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得罪了谁 而乌露偏逢连夜雨 此时税务局的人突然上门查账 并在酒店的账目中发现了违法之处 不用说 这也是刘露暗中揭发的 最终 酒店遭到了查封 秦中天的事业轰然倒塌 他试着挽留刘露 以图东山再起 可刘露却说这一切都是秦中天的报应 破产的秦中天这才如梦初醒 只是他的噩梦 并未就此结束 秦中天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出自秦朗之手 便低声下气地哀求秦朗能放过自己 可秦朗却嗤之以鼻 痛骂秦中天没有资格叫他儿子 秦中天健壮心里一横 直接跪附在秦朗的面前 可最终却换来一个沉重的掌握 秦朗让秦中天死了这条心 他永远不会原谅眼前这个害死了母亲的人 说罢便拂袖而去 秦中天转眼之间失去了一切 此时他的心中还存有最后一丝希望 那就是和他朝夕相伴的情人林薇薇 可秦中天不知道 自己这个败金的小情人 看重的只是他的钱财 如今自己就是个穷困潦倒的老头 林薇薇自然是弃之如必喜 秦中天为一己私欲违背人轮刚常 终将受人唾弃 而倾家当产老物所依 也将是他最终的下场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